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桥上的老人聊着天,悠然自得 平寨始建于道光元年 在八寨中保存最完整 寨门下道路旁有一块特别的石碑 上半部是面目猙獰的兽头 下面刻有泰山石赶当 立于道路交叉口 村民希望它能够挡住妖魔鬼怪 保佑平安 始建于道光元年的平寨古楼 历史悠久 心事古朴 沿寨最为奇险 寨中木楼依山而建 木楼前半部用木柱支撑 后半部坐落在陡峭的岩壁上 从最顶端可看到沿寨全景 木楼居住着十二户人家 三百年前 他们的共同祖先修建了这座楼 后人保留着祖先留下的牌匾 上书江夏奇音 奇音译为贤民的老者 山脚下的洞族民俗博物馆 摆满了洞族的生活生产用具 樓上的洞家女儿正排练洞族大哥 我们偶遇了洞族木楼建筑大师杨善人 杨善人祖孙几代都从事洞家古楼 风雨桥的设计建造 洞族建筑师仅凭一致 一致笔一致杆 不用图纸 只需简单的建筑符号 错综复杂的斗拱支柱 开槽穿损 一动动形态复杂的建筑就能完成 杨老还为我们展示了他设计的建筑模型和建造工具 模型小巧而精美 三江风雨桥就由杨家父子参与设计签制 高有位于三江县临西乡北部 鲜有人知 宁静而古朴 规模较大 保存相对完整 通往高有的道路崎岖而狭窄 行路艰难 我们运气很好 一道高有就碰到了一户人家正在搬满月酒 rape column 仪静浩克的当地人颠染一气之痕 meetings each time hablando库 鲜病人家 into a projekt �μ有一年 鲜病人家 鲜病人家 我们渐渐发现满洲坐着的都是凤女儿童 没有一个成年男人 一打听 原来男人们已先吃过饭 在鼓楼里商讨债中之时 进入寨子内部 我们真实地感受到寨民的热情淳朴 生活悠然 几月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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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 在离高游不远的灌栋村 我们有幸看到了冬家歌舞表演 冬族男女在歌在舞 表达老顿丰收的喜悦 终于到了我们盼望已久的冬家百家宴 百家宴也称合拢饭或长桌饭 冬寨有重要客人来访时 各家各户提篮斜角 用葫芦盛饭 竹篮成菜 将自家美味带到鼓楼前的平地 或指定地点 放好长凳长桌 将饭菜摆放齐整 全债男女老少 不分主兵 童童为座应勤 干杯高呼 哈拉又 吃菜要吃转转叠 意思是每一家的菜都要炒店 那种热烈 喜庆 祥和 与欢乐 令人终身难忘 尽管陈阳八寨地处旅游区 但冬家人的生活 却并未受到过多影响 离开时 几个冬族的孩子在捡垃圾 看到我们的相机 他们转身跑去 渐渐消失在我们的视野里 这让我们想起了 风雨桥上起伏的香囊 愿冬族人民的生活 能越来越好 去哪里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